巨蟹座下周运势,4月15日到21日 事业运势 下周巨蟹座的事业运势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 水星与金星的合相,让你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得到了加强 有助于你在工作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提升个人影响力 太阳进入金牛座,则为你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和决心 让你能够更专注于工作,并持续努力向前 然而,火星与木星,天王星的向位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和挑战 需要你保持警觉和灵活应对 记得,在面对变化时保持冷静,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会发现自己能够顺利应对并取得进步 财运展望,下周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和挑战水星与金星的合相 可能为你带来一些财务上的交流机会 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 太阳进入金牛座后,你的财务管理风格可能会变得更加务实和稳定 但火星与木星,天王星的向位变化可能带来一些财务上的波动和变化 建议你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 在投资和支出方面做出明智的决策 避免冲动和盲目跟风 爱情运势 下周对于巨蟹座来说是一个温馨而美好的时期 水星与金星的合相增强了你的魅力和吸引力 让你更容易与伴侣之间产生共鸣和理解 对于单身的巨蟹座来说 这个时期可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 有机会展开新的恋情 然而,火星与木星,天王星的向位变化 也可能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挑战和考验 在与伴侣相处时 保持开放和坦诚的沟通 共同面对问题 相信你们能够度过难关 让爱情更加坚固 健康运势 下周你需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火星与木星 天王星的向位变化可能带来一些紧张和压力 容易影响你的身心健康 建议你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 保持规律的作息 避免过度劳累 同时,注意调节情绪 寻找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如散步,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聚会等 保持身心健康 才能更好地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挑战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勇气